高雄市长韩国瑜一日参加凯道造势活动,数十万名韩粉现身力挺。 是近年来蓝营参与人数最多的一场。 有评论指出,这场造势之后,初选强弱应以愈来愈明朗,形同提前宣告国民党初选结束。 韩国瑜剩下的挑战,就是抗抹黑。 6月一日的凯道造势,期间至少三度下起大雨。 原本预估会有10万人左右参加,没想到韩粉不惧风雨。 最终主办方宣布破40万人。 然而当晚有陆营明代指称,主办方宣称40万人参加试灌税。 据警方估算只有7万人。 对此,台北市警局回应,警方并未进行统计工作,没有掌握,公布任何的游行人数。 针对陆营质疑活动人气,国民党发言人洪孟凯在脸书发出活动现场的空拍图片。 对比2013年号称25万人上街头的白山军。 挺寒的民众把中山南路塞得更密集。 洪孟凯说,如果当初白山军号称至少25万人。 如今挺寒造式人数就应该从25万起跳,没有悬念。 香港中评社评论指出,无论参加人数是主持人最后宣布的40万, 还是期间宣布的20万或30万,人数均已经远超过预告的10万人。 是近年来大型集会人数最多的一次,印证韩国瑜的人气与民调数字确实相符。 就算是深耕地方经营多年,地方派系人脉稳固的王金平, 也不可能动员到如此盛况,可以说,国民党的初选已经提前结束。 台湾前行政机构发言人胡佑伟认为,韩国瑜的号召力再一次获得证实。 从经验判断,场面遇大。 对手的焦虑感也会升高,因此,对韩斗争强度也会从今天起更为加强。 韩国瑜剩下的挑战,已经不是有没有民众支持的问题。 而是他在抗抹黑方面,要能像过少林四十八同人阵一般,安全过关。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,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,谢谢。 感谢